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昨天凌晨又出現地震 希望大家都平安 台灣平安 台股也平安 大家的荷包都平安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 先跟大家來講一下 其實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有出現一個反彈 很多投資朋友都會問 為老師 今天會不會反彈 反彈的話會漲什麼股票 對不對 先用這首詩帶給大家 來 我們看圖卡 這首詩我內給大家聽 松下問童子 言師才要去 只言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就是有人來找師父 問一下說這師父上哪去了 怎麼沒看到人 他的弟子 小朋友 就說我師父上山才要去 在哪裡 不知道 只知道在這片雲當中 在這片雲海深山當中 就如同現在投資朋友在問 文老師這個盤到底什麼時候會反彈 到底會談什麼股票 AI股票還是傳散股票 儲能重電還是其他的股票 最近資產類股 營建類股這個也很強 搞不清楚 對不對 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但是今天我會跟大家 好好的來解析一下 什麼樣個股值得做留意 什麼樣個股今天會反彈 大盤會何敘何慫 這個都非常重要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股市整體的一個狀況 其實你看 以中東的狀況出現和緩 昨天的灰達 NVIDIA跟費城半導體 納斯達克都分別出現了一個反彈 那我們主要來看一下 這些美國股市相關的一個走法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道瓊 道瓊指數 昨天反彈對不對 昨天反彈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重要的什麼 這個費城半導體指數 好 也是小幅度的反彈 彈的幅度都不算多啦 可是至少比沒彈好 對不對 如果你看這個點數 我這樣子講 什麼叫點數 你看它上面所寫的這個點數 你看 道瓊昨天漲多少 漲了253點 然後納斯達克漲了169點 費城半導體上漲1.74% 上漲了75點 對不對 好 可是你如果從K線圖上面去看 你會覺得彈不多 為什麼 因為前面跌得太深 急跌之後會不會有急彈 這個就是重點 我覺得今天台北股市表現不會太差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台子期呈現正價差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正價差 第二個 今天從美國股市的表現上面來看 它是有機會 再加上什麼 中東的戰事和緩 我為什麼跟各位講中東戰事和緩 來 為各位看這個圖 來 你看這個圖 這個是伊朗跟伊拉克 很多人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地理位置沒有搞清楚 為什麼 因為這次主要戰爭的問題 一個是以色列 伊朗 中間卡著兩個國家 也就是說伊朗在這邊 對不對 以色列在這邊 所以你會聽到 為什麼他們都是用無人機 都是用飛彈在攻擊 沒有坦克車開過去 為什麼 因為中間還卡著伊拉克 它不可能直接兩個國家開打 他們只能隔空叫囂 只能用無人機過去擾一下底 用飛彈給你掃射一下 但是你說用飛彈用無人機中間 會不會被攔截 會 為什麼 有沒有聽過鐵窮系統 就是把那個飛彈打下來的 你飛彈 伊拉克能夠忍受你這樣來回 在他們領空上飛來飛去嗎 沒辦法嘛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什麼 這兩個國家 它不是連近在一起的 你知道嗎 伊朗跟伊拉克不是連在一起的 給各位地理知識的科普一下 所以很容易理解什麼 他們的所謂的衝突就是有限 你除非說兩個國家連在一起 那就很難講 像這個 這個之前的俄乌戰爭這樣 連在一起 那就很難講 撿不斷理還亂 可能隨時會開打 對不對 衝突啊 一觸即發 可是這個看起來就是沒辦法 他們就是只能用飛彈而已 用無人機去擾底 就這樣子 好 我已經講很清楚了 所以各位 現在我們錄影又有點地震了 真的 這個大家注意安全啊 我們真的每次 常常早上八點錄影都會有地震 不過沒關係 會不會影響到台北股市 已經不會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嘛 我想這個震都會有 餘震都會有 大家要注意安全 我在開錄之前我也有心理準備 會不會我錄的時候又有地震 真的還有 真的還有 好來 我們繼續再講 這次你要注意什麼 台股指紋的關鍵 幾個重點 美國的財報週 禮拜三有特斯拉 可是特斯拉昨天跌 特斯拉昨天跌的幅度相對是大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特斯拉 特斯拉昨天跌了3點多個% 你看一直破低一直破低 這個馬斯克不救一下不行 他全球首富的位置早就 不知道換了幾輪了 早就不是他了 對不對 所以要注意一下 你看特斯拉一直跌 可是 反過來我覺得這很諷刺 有一句話叫風水輪流轉 你看特斯拉破低 可是有一家公司 也是做汽車的大張 這家是誰 Ford 福特 我想加加戶戶可能 每一家都有一台福特 或者是Toyota 對不對都有嘛 人人戶加加戶戶 我記得我人生的第一台車就是福特 那個時候大學 很年輕 有一台車我就很開心 那個時候打工 存錢 股票投資 賺到了錢 然後去買了一台福特 很爽你知道嗎 從20年前來看很爽 很開心 真的 所以是很多人人生的第一台車 或是Toyota 都是 是一個回憶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看今天的福特漲 會不會帶動汽車零組件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它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特斯拉的下沙 福特的上漲 代表什麼 代表 所謂的燃油車 還不會那麼快就結束 你看 對不對 它雖然下沙 可是也出現一個強勁的反彈 所以今天汽車零組件 相關的股票也可以留意 比如說像東洋 提維希耿頂 這些股票可以做留意 這是大家注意的重點 好 我們再回過頭來 繼續再看下去 所以我們剛剛講 特斯拉 對不對 那預估我們預估 巴克萊的預估是不會好 它也先反應了 它也先反應 所以就留意禮拜三 禮拜三會不會利空出境 大概就是這樣子 再來禮拜四 是這個Meta 禮拜五 微軟 Google 跟Intel 這個都是所謂的科技的巨頭 這幾家公司原則上 法人的預估都是比較好的 跟之前艾斯摩爾 記得嗎 艾斯摩爾估出來的財報不好 然後台積電也講得保守 再來 美超圍沒有財測 大家其實對半導體比較悲觀 可是如果回到雲端 你看喔 比如說像Meta 這個是雲端 微軟 軟體的Google Google 這個都是軟體 所以各位你看喔 我也各位看一個東西 因為昨天的 這個美超圍 沒有漲 SMC 有沒有 不過留了一個什麼 下影線 昨天至少它沒有再跌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昨天Arm我也反彈 這個Arm 它也反彈 它也反彈 可是現行看起來就還是沒有很漂亮 所以原則上 今天的台北股市 會走一種叫做跌升反彈的行行 那我為什麼講跌升反彈 你注意一個東西 來 我跟大家講你注意一件事情 台子期出現了15年以來 罕見的白點正價差 什麼叫白點正價差 就是說正利價差的概念是這樣子 期貨點數大於現貨點數 它就叫做正價差 正價差所代表的含義 是未來是看好的 你只要記得這個概念就好了 期貨大於現貨 我們看昨天的這個大盤 昨天大盤收多少點 你看昨天台子期夜盤也漲了150點 那你看 昨天大盤收盤是多少 收19411 那如果說昨天的台子期收盤是多少 收19524 收19524 我就不切換直接寫給各位看 兩個一減是多少 正價差113點 這我昨天在下午YT的節目 我自己錄下午的節目 我已經先講到前面 所以昨天的夜盤反彈150幾點 我跟你講 預料當中的事情 昨天下午的節目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會反彈了 對不對 果然是幹嘛 果然是反彈 漂亮 所以反彈150幾點 今天的開盤就格外重要 最好能夠開個180到200點以上 那對於這個盤 反彈的力道 就會更加強勁 好 所以我們再繼續再看 所以這個答案已經很清楚 也沒有人會告訴你台子期正價差白點的秘密 可能都沒有人發現 維尼老師獨家的告訴大家 所以記得加我的LINE 我的LINE上面會把每天下午解盤節目 跟大家做分享 加我的LINE 小老鼠mr1888 記得加入 第一手的資訊 關盤的重點 下午的解盤節目 都會一併的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好 這個是關於指數的部分 我們繼續再看 所以從今天的航行上面去看 大概可以理解幾個現象 然後下午的部分 甚至像禮拜五 我們台股部分 有聯發科的法作會 禮拜三是聯電 可是禮拜三聯電 我覺得沒那麼重要 因為成熟製程也不太容易 給大家什麼太大的驚喜 反而是禮拜五的聯發科 可能會講AI晶片 可能會講手機晶片 那你注意去看 其實聯發科這一波 疊滿慘的 你注意看從這裡你看 從1113一路一直沙沙沙 跌到昨天跌到966 966 你如果1100多到現在 已經套了兩成了 20%了 已經套了20%了 這跌幅很驚人 只是說有時候 我還是跟各位講 秉持三位一體的概念 為什麼有些個股 你可以事先避開 聯發科很好的股票 但是要找到最佳的買點 我覺得會更漂亮 比如說各位你看 我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個重點 三位一體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聯發科的基本面絕對沒問題 對不對 今年賺六七十塊沒問題 你看它本一筆 也是IC設計裡面很低的 技術面跟籌碼面就很重要 也就是說一檔股票 尤其是當現在大盤比較正的時候 不是說它基本面很好 我就一定可以買 那就大錯特錯 我還是跟各位強調 現在我們還是看多 還是會漲 兩萬點早晚會回去 甚至往兩萬一 兩萬二衝關 但是中間的選股就很重要 不是說基本面好 你就一定可以買 你要等到漂亮的買點 來 比如說聯發科 這答案是不是很清楚 我一直跟各位講過三位一體的概念 它這裡並不是多頭 法人有沒有買 都沒有買 所以它為什麼會跌 它為什麼會跌 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你要等什麼時候 來我跟你講 聯發科應該等什麼 等它這裡 技術面慢慢幹嘛 至少不要是走空 法人有重新買回來 打一個NIKE NIKE有沒有 NIKE 要這種的 打這種NIKE的形狀出來 這個時候買 你會買得相對安全 相對漂亮 這個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我們剛才講到 聯發科禮拜五的一個法說會 這個大家去關注的 相關的一個訊息 好 所以我們再看 像這個軟銀也砸了1500億日元 要研發生能式AIMI 揮達GPU 那講到揮達 昨天的揮達表現也不錯 各位看 揮達漲了多少呢 漲了這個4點多% 這表現4.35% 表現也算不錯 然後還有誰漲 德州儀器 TSN 德州儀器也反彈 這個反彈的力道就比較強勢 可是你從整體的大方向上面去看 它還是在一個區間 再來我們再看美光 記憶體的 MU 好 美光 這也是出現一個反彈 那台積電的ADR 有沒有 也是出現一個反彈 所以總體來講 今天很容易走什麼 走跌升反彈的行情 OK 我先講重點 今天會走跌升反彈的行情 所以呢 你手上有一些個股就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像這個 今天IP股票就稍微注意一下 不見得會那麼強 為什麼 這個叫EDA大廠 這叫逸華電腦 有沒有 IP大廠 逸華電腦 盤後跌幾% 盤後跌6% 它是什麼 來 公布財報不是很漂亮 營收年減 你看 它跌多少 盤後跌了6% IP相關的 所以今天的 IP的股票 不管是世新還是創意 我就稍微注意一下 不見得會那麼樣跟著做反彈 甚至像8054安國 這兩天有反彈在安國 開高走低 甚至6462的神盾 也有這種類似的狀況 所以今天IP股票 不見得會那麼強勢 我知道大家手上都有什麼 都有AI股票 所以今天 AI股票昨天成為什麼 重災區 很多股票紛紛破底 齊鴻還跌停 雙鴻跌停 該怎麼辦 這些股票 見準 立台跌停 華菜也打到快跌停 偽創破底 偽引大跌 廣達大跌 技嘉大跌 竹帆不及被窄 太多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前面跟各位強調 我們之前比較偏向什麼 偏向政策概念股 這答案很清楚 昨天真的完全驗證 最大的重災區其實是這些股票 跌最深的 跌最兇的這些股票 那今天反彈會不會反彈他們 有可能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的多空關鍵價在哪裡 那如果說當然 這裡面所寫的股票 可能不是說你每一檔我都有列到 因為我是列最熱門的 如果有你手上的股票 但是我沒有寫到的 你可以另外來問 你想要知道這些股票的多空關鍵價 加上持股診斷的話 加我的LINE 然後輸入995 救救我 救救我 老師救救我對不對 輸入我們的LINE 小老鼠 MORE888 加入我們這個LINE的帳號 那這個地方呢 或是我們看一下QR Code 來 我們畫面 好這邊 或是說 如果是這個長輩的投資朋友 叔叔伯伯 阿姨 掃瞄一下 這個QR Code 手機拿出來打開相機模式 掃瞄這個QR Code 然後 輸入這個關鍵字 我們再回到畫面 你就可以取得這份 AI股成為重災區的關鍵資料 好不好 先加入我們的LINE 先取得資料 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跟各位來說明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 如果你手上有這些相關的 AI股票的話 我們看圖卡 這個相關的股票 包含雙紅 齊紅 見準 立台 華泰 偉創 廣達 技嘉 微影 如果你有手上這些股票 我們已經把多空關鍵價 我要看一下 威老師 昨天一整個晚上下午 我都在算這個價格 那我已經把它寫好了 放在這個當中 我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那怎麼樣取得很簡單 加入我的LINE 小小組MRE888 加入我的LINE 然後輸入關鍵字 995 995 你就可以取得這份資料 那另外重點是什麼 我們會另外加一個 持股的診斷 也就是說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並非這九檔 當然也有可能有其他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話 我們就額外bonus 額外就幫各位來看一下 你手上的股票該怎麼辦 因為我舉個例子 其實基本面再好的股票 你碰到所謂的非經濟性因素 甚至很多的利控的時候 股票有時候還是會跌 我們舉個例子 各位投票你看了會很有感 這一檔股票叫2382的廣達 基本面好得不得了 對不對 非常好的股票AI股票 那為什麼最近 兵敗如山倒 為什麼最近股價 如雪崩勢一路下跌 投票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這個觀念 三位一題 來投票 三位一題的觀念 你的三個角 如果有一個角站不穩 你知道嗎 一個角站不穩 其實就會崩塌 撐不久 你知道嗎 撐不久 所以各位你知道 廣達是哪裡出問題嗎 它是技術面跟籌碼面出問題 不是基本面出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一旦碰到 比如說大盤比較弱的時候 那有些股票你去追高了 你不知道啊 那你就受傷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看喔 廣達的技術面哪裡就出問題了 這個你一定要學會 其實它在這裡就出問題了 為什麼這裡就出問題了 來我們往上對照一下 這個時候股價還有多少 還有280塊 羅惟老師真的嗎 你看一下 它技術面在這邊的時候 已經不是幹嘛 來我把它刪掉 我放大給你看 它已經不是根根紅支支頭 也就是說 它的MACD柱狀體 已經沒有持續再向上了 對不對 而且這裡啊 已經不是完全的多頭 什麼叫完全多頭 像這邊 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這個快線跟慢線 都在這個柱狀體裡面 這個叫做最強勢的格局 可是到了這裡 你注意看 這邊已經不是喔 還有282塊 還有282塊 而且法人 其實你注意看 我為什麼用三大法人合計 這個準確度比較高 三大法人有沒有在買 都沒有在買 所以從280 一路修正到多少 修正到230塊 一口氣跌了50塊 一張差5萬 對不對 十張差50萬 那影響其實是滿大的 所以你可以事先幹嘛 你說老師我賣在290 不見得 這看運氣 可是你賣在280 可不可以 可以 甚至是這邊你會知道 這裡可能不能夠再接刀了 可能這裡啊 很多人告訴你 這邊基本面很好可以買 但是這邊 反而是幹嘛 相對的高點 你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好 回過頭來說 老師這樣沒有漲的股票嗎 問老師都沒有嗎 當然有 你看這個雅力 縱使昨天大跌 他昨天大跌嘛 來 各位同學們你看 我們一直跟你講 他昨天大跌 來我請問你 你只要跟著我們同一時間進場的 是不是都賺錢 還六支漲停 六支喔 是六支喔 從這裡你看 他什麼時候翻多 有沒有 從這裡開始翻多 法人是不是一路再買 基本面好嘛 一路上去 但是到了這一天 這兩天喔 我跟各位講 這兩天他開始有點幹嘛 也有點動搖 因為盤實在太弱 他也有點動搖了 對不對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只要不是追在180以上 通通賺錢嘛 有沒有 通通賺錢 所以各位投票你看 六燈獎 對不對 六燈獎 打星號就是我們進場的位置 有沒有 這個就是股票中間的 一些操作的一些所謂的細節 這些都要注重 我講真的 你股票操作就是很多的細節 都要一個一個注意 魔鬼藏在細節中 魔鬼藏在細節 這樣子你猜 股票操作才會幹嘛 有所本 我再舉個例子 1560中山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基本面也是非常好 鑽石碟 可是你看 他哪裡就有問題 我跟各位講 我再教大家一個觀念 股價創新高 但是法人沒有買 當天你就要注意了 他創新高是294塊 當天法人連一張 三大法人加起來 連買都沒買 這就有問題了 那股價是不是修正 好 可是修正到這裡 你說老師真的很危險嗎 其實價值也差不多快浮現 只是說 我現在是要跟你講 你如何去避開這一段風險 為什麼我們沒有去買中砂 我也知道他很好 基本面很好我也知道 可是我為什麼沒有去買 答案在這邊 我們為什麼會透過三位一體的架構 有沒有 這樣答案不是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的供應鏈 我還是很看好 可是我更注重的是那個買點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 最近流行第二名 你看 名詞有亞都很強 亞翔 然後亞利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這樣嗎 大亞不是這樣嗎 所以三個亞軍勝過一個冠軍 我不敢說我是冠軍 可是我有三個亞軍 對不對 我有三個亞軍 說不定就勝過一個冠軍 好不好 我跟大家來講 所以你看 行情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打電話進來問 打電話進來問 走跌身跟所謂補漲的一個行情 我還是跟大家來講 千百次的猶豫 比不上你一次的行動 我覺得各位還是要有所行動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打電話進來問 我們有免付費的資訊電話 或者是加入我的Light 那記得AI股這些股票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多空關鍵價 趕快加入我的Light 來做詢問 來索取資料 好不好 OK 那今天節目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跟他說 非常穹精選 回到這件事 好不好 這件事 我們在今天 搞定 我會選擇 我要你們 可惜 我們 有 操作順利 我們 在這件事 這裡 我們